大家好,我是一华 今天买了一块大骨 我们就用它来做一个骨头汤 我让老板把这块骨头剁碎了 这样煮起来才更方便 首先准备好削好皮的胡萝卜 用只字刀将它切成块 这样切出来的胡萝卜是一个三角形 切好装入碗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小好皮的白萝卜 先去掉头尾 再将它对半切开 然后也用只字刀将它切成块 工吃萝卜下吃姜 冬天多吃一点萝卜 对身体有好处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玉米 切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对半劈开 再切成两块 最后剁成小段 剁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 将它切成片 装入碗中备用 骨头上面撒上一些面粉 因为面粉有吸附能力 用流动的清水将它清洗干净 用面粉和流动的清水清洗 可以去除一些骨头上的杂质 还可以去除一些血沫 将洗干净的大骨冷水下锅 肉类的焯水一定要用冷水 放入葱节 几块姜片 一些料酒去腥 开大火将其煮开 煮开后捞去浮沫 煮三到五分钟之后 再用漏勺将它捞出 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再次用流动的清水 将骨头清洗干净 经过几次清洗和焯水之后 就没有任何的腥味 锅内放入菜籽油 将骨头依次放下去煎香 这样进行过油煎着骨头 汤色会变得浓白 煎至一面金黄后 翻过来煎另一面 经过油煎 可以煎出一部分的脂肪 像这样的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接下来倒入开水 将开水没过骨头 放入姜片 扣上盖子大火煮开 煮八到十分钟之后 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的汤色已经很白了 然后将胡萝卜倒进来 玉米也倒进来 白萝卜也倒下去 盖上盖子 转小火煮四十分钟以上 中途我们打开盖子 用勺子稍微翻动一下 这样汤汁会变得更加浓稠 再次扣上盖子 大概四十分钟后 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这个时候的汤色 已经非常的浓白了 骨头上的肉 也煮烂了 接下来我们加入适当的盐调味 可以舀一点汤 试一下盐味 最后加入一点胡椒粉 其他的调料都可以不用放了 一道营养又健康 美味的大骨汤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它装入盆中 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砂锅 用小火继续加热 冬天来上这样一碗热气腾腾的骨头汤 和完整个生子都是暖暖的 既暖味又暖心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并转发哦 谢谢您